馬鞍山白石一帶三面橫海 所以這一帶的樓盤 很多都是售海景 就好像迎海和星連海一樣 改名都要突顯這個賣點 最新加入這個大家庭的 就是有新地的雲海 一期全部都是大約10層高的低密度大廈 最近陸續入伙 今次驗收的單位是 重海台低層的A單位 三房一套連儲密室 10呎732呎 全屋都視視正正的 看一下主人房 預留了一個凹位擺衣櫃 儲物室沒有窗 不過就送了冷氣機 方便業主拿來做工人房 單位的廳房同向都是擁有海景 不過由於屬於低層 所以部分的海景被樹遮住 另外亦都見到隔了一條馬路的鐵皮屋 這個盤售在自然中超越自然 質素又是否可以超越新地樓 一貫的高水平 我們跟Jim Sir一起去驗收時 發現全屋最明顯的問題 在於地台石 首先是主人房的浴室地下氣吸 Jim Sir出動金屬片來量一下石材之間高低不平 究竟有多嚴重 兩件不止 其實都是很一件 差很多 比如0.5或1mm都很常見 去到2mm是少的 我猜是之前做完 可能未檢查一次 已經蓋保護 但到蓋保護車時 可能距離交流太近 趕不及去做 這些不但不夠細心 另外廚房的地台石亦出事 在正門口位置又有起吸 而且還要有裂紋 很明顯是由這裏低了下去 這裏低了 這裏低 差不多肯定一件事 它做完石 根本未乾透 就蓋板 接著人們一掃東西 一扎扎下來 就踩斷了這件石 除了地板 來去水同樣都是扣得最多分 主因在於洗衣機的去水喉漏水 成建商即時交回合條喉位之後 才沒事 這個單位比較少見的失誤 還有空股批檔 而且客飯廳和主人房的天花都有 Jim Sir說 相信是因為洗底不乾淨 所以批檔或油漆灰黏不住的天花 現在聽到這樣的聲音 即是說是快會剝落 如果樓上的人 裝修不生性 把電線打開 我相信下午會變大 除此之外 單位的其他問題 都是屬於小瑕疵 包括爐台長腳 有水泥的污漬 石材受到水泥的污染 而變淺色了 漸常就說 做回拋光就可以還原 而地台石之間的縫隙都很大 容易塞住一些細小粒的垃圾 至於浴室鏡櫃之間的裝飾燈 清潔起來亦都比較難 這個水晶燈 漂亮就很漂亮 不過清潔這些都可以 這裡的後背底 或在裡面基本清潔不到 裡面有悲藝死在裡面 有悲藝死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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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死在外面 如果死在裡面黏在裡面 怎麼辦 總體來說 單位有不少工種都拿滿分 包括鋪磚和窗 至於油漆和石材都接近滿分 剛剛好合格的 就有地板和內去水 批檔的扣分都多 單位評級有B 詹Sir說 跟我們一起去驗樓之前 都已經驗了好幾個其他的單位 這個是最低分 發展商回應說 已經即時跟進所提出的項目 執修工作已經完成 有信心令到業主滿意